字幕提供 又回來了 事業都下來了 行行行 我的朋友每天都在放閃 又說要結婚 我呢?拍都沒有 怎麼辦 會不會嫁不出 不用怕 女生永遠都有個心願 每個人上來算命 看能否嫁得到 嫁不嫁得到有錢 嫁得到已經很開心 如果說更進一步 嫁得到富貴人家 做了少奶奶 當然是開心 到底什麼樣子的女生 一看就知道嫁得特別 有時候不用太理 第一是說命水 第二是基本上女生嫁得很苦 是看幾個位置的 因為鼻為呼聲 鼻高代表著財聲和呼聲 即是老公是怎樣的 通常如果女生 鼻樑高、鼻樑直的話 多數嫁得到有錢人 但男方人多數都是鼻扁的 鼻扁的麻煩你 跌心水 努力工作 靠自己 免為之鼻樑高 其實通常你側身體看 這些鼻樑位高的話 多數嫁得不錯 不好意思你是鼻扁的 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南方人和北方人 其實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南方人很少鼻高 所以只要少少鼻高就可以了 北方人通常鼻樑比較高 少少 當然拳鼻也要配 其實選擇老公 看鼻樑多少少 如果鼻小的女生 你可以選擇年紀大 如何為之小和大呢 我舉個例子 面和鼻的比例 其實是拳骨和鼻的比例 如果鼻哥是拳骨打橫 大約五分之一 就是小 小就要配年紀大 即是嫁大叔 大叔來說大約八至十年就可以了 十幾年都可以 但如果你說不是 鼻大 鼻大可以指弟戀 原則上可以加一些小 比自己的人 會比較適合 很多女生都會覺得 如果師傅你說鼻樑高 嫁到有錢人 那我弄高鼻子 可以嗎 是 不行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鼻要天生 是好 如果跟著來說 你說你的命 也是 桃花又大貴 大褲 這類的朋友就會嫁得好 但如果你本來沒有 只弄高鼻子 其實是 不可以實現這個願望 那整容可以嗎 不是說不行 整容可以增強了 少許外緣 找什麼叫外緣呢 外在緣分 即是說 如果我是做一些見人的工作 例如你這樣 要出來錄影 要消瘦 要見人 如果你說微調 少許美一點 外緣是強化了 但是 如果弄差了 破了相片 會更差 所以一定這方面的事情 我們是要 審慎一些人 想得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 紫妻的相片真的很好 她未結婚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個女孩子 相貌 是這麼多 有錢的太太之中 算是你看她的面型 不會太瘦削 我們女孩子很多時候都追求比較瘦 反而太瘦 在我們來說是單薄 女孩子最怕是單薄 有些女孩子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好像很單薄 中國人說 紅顏薄 很漂亮 但又被人騙了幾次 又未埋都想按 那些 比較可憐 什麼叫做單薄 教大家看一看 第一 沒有耳朱薄 第二 眼皮薄 第三 鼻翼薄 即是兩邊鼻頭沒有用 然後 嘴唇薄 這樣就為了幾樣東西 配合了 就為了單薄 單薄來說 就算你長得漂亮 可能就很難去呼呼 或者老公沒那麼乖 沒那麼聽話 紫妻的樣子 相對在很多名門之中 就算比較厚 厚就是說 你見到她的臉是有肉的 就算她身形那麼好 那麼標準 她的臉 臉盒 鼻 拳骨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飽默 最重要的位置就是天瘡 天瘡 就是靜位 我們女孩子最怕這個位置 就是太粒 太粒的話 人想事情很負面 你看到那些婆婆 很多時候這兩個位置 都會粒進去 連兩塊膠布 那些就不好 經常失眠 睡得不好 這些位置 其實是要飽滿一點的 我覺得女孩子 如果你要緣分 做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笑多一點 不要那麼酷 因為笑的話 其實是可以加強外緣運的 希望各位姐妹都加得好 加油